是其實齁在我們之前一直在講嘛 蔡英文他先前 他們確實也講了 就有透過人啊 去跟麥卡錫這邊做溝通 那是不是呢 就我們不要來台灣了 我們在這個加州這邊見一見 然後麥卡錫也說就在加州見 那一直以來 你看看我們這是歷年蔡英文外交出訪的一欄表 其實幾乎每一次都有過境 那每一次的過境呢 基本上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就是美國同意讓你去那邊走走 那你可以在飛機上 或是你在哪個地方去會見什麼人 或者是去基金會演講 去圖書館來走一走看一看 跟當地的僑胞握手等等 好可問題是這一回呢 我們剛剛講到了過境簡報 突然喊咖 這過往比較少有過境簡報 那現在有了 可是喊咖 大家就覺得微妙了 為什麼會突然有這麼一遭 那也就在這個時候 我們剛剛提到馬英九 因為他人在大陸這一邊 他希望能夠促成的是 兩岸再次打橋 不要有太兵凶戰危 或者是希望大家能夠盡量的往B站那一邊 我們持續往和平這一邊來走 好可是與此同時 蔡英文又要去美國 所以在大陸這邊台商 今天呢 他們的全國的台氣聯 已經發了一個聲明 莫再蓄意製造事端 他們特別強調 就是目前呢 佩洛西的事件 大家已經看到結局是什麼 那再加上這疫情 這幾年來 大家真的 講的簡單一點 就是生活不好過啦 真的 大家希望說 那現在疫後經濟復甦 人家各國 我們剛聽到了嘛 鳳欣姐有特別提到啊 西班牙包括了先前 包括什麼 德國 還有現在呢 李顯榮他也去了 安華也去了 大家都去 為什麼我們不搭一波這個車 那所以他提醒蔡英文 不要再蓄意製造事端 來請教趙老師怎麼看 我想這個蔡總統 這是去美國 這個過境美國嘛 還有一個滿重要的任務 就是所謂要減少美方啊 對於這個未來可能代表民進黨出來選總統的賴金德的疑慮 我們看那個Financial Time嘛對不對 齊佳林那邊的文章 那邊講到了嘛 說是有依賴論 那我也問過他啦 我說真的有這回事嗎 他說這個 其實他接觸的美國行政官員呢 他們確實對賴有一點不了解 尤其他的務實財毒工作者 他會不會脫離將來 如果一旦他當選的話 會不會他的政策脫離美國的軌道 你台灣你要往怎麼走 那麼儘管你是抗中 那你要抗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已經超過美國他 他這個美國也畫了一個界線 到時候到避免他跟中國之間發生一個衝突嘛 所以他這樣去 其實我覺得他有一個這個任務啊 蔡總統他當然 可能要是不是要幫賴 將來在美方啊 那麼做一些澄清啊 或者是解釋 因為賴講嘛 賴講說他將來一定會追尋這個蔡英文總統這個路線 這個路線呢 應該是包括對大陸的路線 也應該包括對美國的路線 我現在有這個 有這樣一個作用在裡面 那至於 此行啊 我可以判斷了 我剛剛也同意他們的看法 此行我想美國一定會在 在口頭上面一定表示對台灣的支持 對台灣的支持 對台灣的支持 但是究竟要 這個 台灣要付出什麼的代價 我導致現在要注意 注意的地方是 那這樣去 當然美國會給他支持 但他能夠帶回來什麼樣的禮物 我說說 蔡總統回來 美國他支持到什麼程度 究竟是一個戰略模糊呢 還是有某些地方他也有一些戰略的清晰 我覺得這個東西都要考慮 都要注意到這個 這方面的一個趨勢 那至少 馬總統親要帶回來的一個訊息 是非常簡單的 就是 兩岸和平 要避戰 不斷的談 這個和平跟避戰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訊息 那我 他這不是代表國民黨 所以在實質上面 你說會對我們台商啊 台包啊 對我們台生啊 加上兩岸的這個青年交流 這方面我倒沒有做很大的期待 因為它是 他代表這個基金會嘛 不像我們上次 跟下副主席我們去的時候 在這方面是帶回來一些了 就是對台商啊 對世家的什麼的 出口啊 商工啊 工業啊 農產啊 兩岸的青年 已經看到現在一個具體的一些成果 那馬總統就是去他的格局 可能 雖然他是個卸任的 可是他的格局 他格局還是更高一點 所以可能會談一些大的方向 比如說 避戰啊 談這方面的這個 實際上的話 到最後可能還是要落實到 當然是要到國民黨 因為國共有個正常的 有一個比較制度化的交流平台 所以我現在兩邊比較 就是說這邊得到什麼 那蔡總統這邊得到什麼 將來我想可以做一個比較 因為這個比較對於 就會影響到未來的選舉 就會影響到未來的選舉 因為譬如說我假定來講 譬如假定 那麼國民黨方面認為 馬總統帶回來的這個 和平 大陸方面也有具體的 回應 和平回應 好 那這個到明年的選戰 那真的就像和平的 跟這個戰爭的一個選擇了 那如果這個蔡總統這次去 那帶回來的是老百姓 我們美國方面就是 我們要開始要準備打仗了 美國談回來的 都是一些戰爭有關的訊息 包括說美國要賣我們武器了 等等 那你這個方面呢 老百姓他又有可以選擇了 又可以選擇了 所以我覺得他這兩位 一個現任的元首 一個是現任的元首 這趟執行正好在一個 同一個時間 帶回來可能是一個 不同的訊息 而這個不同的訊息 很可能就會反映到 即將到了台灣的選舉 那看兩邊陣營呢 你看怎麼去操作 能夠把這個化約為選票 因為最重要的是 老百姓的選擇 是 不能回來這個 傳去這個什麼 水無痕 那就 就沒什麼意義了 我想兩方面大概都會做這樣的 操 這個等於是操作 運作 是 請教鳳欣姐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我知道這一次 其實大陸他在官方的處理上面 基本上他們是非常的謹慎 甚至近乎低調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那真的有可能像剛剛春宮講 如果他帶一些什麼樣的訊息回來 他們會不會其實對於明年的選舉 在這個時間點上 他們講任何的話 他們其實也蠻介意的 您怎麼樣來看 在這個雙方四月七號很多人期待了 兩邊的這個記者會開了之後 大家對於他們的感受 當然我們這個影響 您剛剛特別提到 會是在之後 兩個月或者是一個月內 我們可能都是一個觀察點 但你覺得在那個當下 大家會有一些強烈的感受 或比較嗎 會影響到大家的民心嗎 因為這一次190是私人訪問 所以他其實不會有太多的官方接觸 那當然你可以看到他到每一站 也許都會接見他們的省委書記 對不對 比如說江蘇省省委書記 那他下一站到了武漢 也許就是要見湖北吧 湖北省委書記 然後接著到重慶 他可能就會有每一站每一站 可能都要見他們的當地的這個書記 那來作為他每一站每一站 可能有這樣子一定程度的官司法 官司上面的對談 可是這個對談都不到那一種就是 我要給予你什麼樣子的簽署 或什麼之類都不會 不可能 所以他不會有這樣子的一些行程 可是他可以傳遞他的訊息 而他的傳遞訊息 除了藉由這一些省委書記 市委書記之外 還包括了他們的媒體 還有包括我們的媒體 我覺得這就是 所謂的帶回訊息是說 當馬英九在大陸說這些話 我覺得大家必須要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我相信 大陸知道馬英九的個性 他不太會是受 中國大陸完全框架的人 他一定要尋求突破性 這個是他對於 就是中華民國的責任 這就是為什麼他不太可能是那一種 就是好像什麼都受到他的拘束束束束的人 可是這種束束他不受限制 那中國大陸 雖然不滿意 但能接受 這就是訊號 對不對 兩岸之間本來就是如此 不滿意但能接受 其實就是一個訊號 那就是交流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會有一些不滿意但能接受的一些地方 讓這些交流可以讓台灣民眾覺得放心說 我們不會被矮化 我們不會被降格 我們可以維持在我們自己的生活環境當中 可以過一段和平交流 而尋求未來可能性 這樣子的一個日子 這不是台灣人的期待嗎 那這種訊號 帶回來了之後 就是不滿意可接受的這一個大陸的這種交流模式 他就可以成為未來在選舉的時候 只要接受馬英九這種模式的候選人 自然就可以把它變成他的利器了 那誰會去接受他的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誰得分嗎 對不對 你可能是侯友宜 可能是郭台銘 可能是柯文哲 就看誰能夠從這裡面得到啟發 然後找到這種交流模式 而且馬英九如果證明這樣的交流模式可行 那他當選總統之後 就自然可能成為這樣子交流模式底下的受益者 所以我覺得所謂的擷取信號 不一定是他們官方說了什麼 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因為官方說了什麼這件事情 他確實是需要可能用政黨對政黨的方式 然後或者是未來 因為你知道現在民進黨政府 他已經無法再尋求突破了 這個是我們很清楚看到的 七年多來的一個訊號 但是如果說政黨對政黨之後的 然後能夠像是 連在2005年那時候去中國大陸 那時候是政黨對政黨 然後轉換成為2008年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的基礎 同樣的道理 你現在的這個模式 它可以變成2024年 如果是接受馬英九的這個模式 的候選人成為他的交流模式 那就會變成他的利基 就是 是所以對於未來選舉的影響 基本上大家現在都在看 因為呢剛剛講了 民進黨他可能在兩岸的部分 他目前難以突破 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可以突破 就是他一直強調的台灣議題 來帶你來看到的是 朱斐濟的代表處呢 現在覆明了 可是呢有人認為說 這個不得了 因為我們現在再次證明 中華民國台灣 可問題是呢 也有前外交官陳建仁他認為 沒帶他的意義 他覺得說呢 這改回來 然後呢 但是呢也有人認為 有必要的利益之存在 來請教一下我們介大使 您怎麼樣來看 這麼一件事情 當然今天綠營這部分是非常重視 他覺得這是一大突破 我覺得基本上的話 以前我們也不叫中華民國台灣 我們以前就叫中華民國 在斐濟的代表處 所以我不曉得這是恢復什麼 所以這個說法上就是 覺得老師有一些小軌跡在裡面 我們以前就叫中華民國 駐斐濟代表處 沒有加台灣 那我不曉得他 那民進黨今天在講什麼 叫恢復 他恢復什麼 對不對 你要搞一個在憲法上 在中華民國 我們今天在台灣 在憲法上不存在一個名稱 你不是混淆你自己的這個 國家名稱嗎 你混淆你所有人的這個 國家認同嗎 然後國際社會上 就會看成一個笑話 你今天叫中華民國 明天又要中華民國台灣 後天又要台灣 再後天又要台北 你到底叫什麼 你要恢復的話 那你就恢復 你要恢復的話 那真 我還蠻了解這一點 民進黨又在搞花樣 一點意義都沒有 一點意義都沒有 你在外面用什麼名稱 還不如你在國內 你對老百姓來講清楚 你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你是不是還要搞台獨 對不對 你搞不下去的話 你就說明我放棄台獨了 對不對 你不要在這邊 在那邊搞模糊 對模糊 對台灣社會是最大的傷害 對台灣在國際的處境 也是最大的傷害 搞不清楚你要什麼 我們台灣老百姓 你現在怎麼樣 搞不清楚我們國家 是叫什麼名字 有人認為叫台灣 有人認為叫中華民國 有人叫中華民國台灣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 這樣搞的 從政府開始搞混淆 自己的國家認同 對 世界上只有一個道理 你的憲法叫什麼名字 你這國家就是什麼名字 沒有沒有模糊空間的 可是民進黨就這樣搞 所以最大最好結果 削弱台灣的團結 台灣團結不起來了 像民進黨這樣搞的話 團結不起來 然後還製造分裂 我是覺得這種玩法 可以放棄了 那剛剛講到賴清德來講的話 美國人在過去 對台灣的政策 他才不管你是台獨 還是什麼叫什麼 你只要跟中國大陸 對比就好 他是反對統一 可是你要站在我的角度上 你要跟大陸 做什麼敵對狀態 你想做什麼動作 由我美國人決定 賴清德的問題是什麼 難以控制 他今天 台灣 美國從來沒有 還沒有支持一個 明明白白 主張我是台獨工作者的 因為這個對美國來講 不符合美國利益 一個中國政策 也不是一個中國政策 基本上你有太強烈的政治主張 美國喜歡像這種 蔡英文這種 沒有忠心思想的 只為自己權位 然後總統快幹完就說 2024以後我不管了 他要的什麼 就是要那個位置而已 他養活一大堆人 一起來吃中華民國 老百姓的血汗錢 你看吃成什麼樣子 對不對 那種人的美國支持 你要搞一個意識形 還這麼強烈的 跑到當立法委員的時候 可以跟一個流氓立委 蔡朱新宇打的頭 兩個打成那個樣子 然後呢 不曉得堅持什麼 你也沒有任何的說實話 真正的政治學 或者說深厚的學養 你到了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你可以不去議會監督幾百天 對不對 然後呢 現在要怎麼樣 人家依賴了開始以後 你就慌了 你就用發表了一個全世界 最荒謬最無知 最沒有任何民主素 反對以美論 我自己的國家 我都可以懷疑了 我還不能懷疑外國 搞得人家孫小雅出來說 對不起這是言論自由 這是思想自由 言論代表思想自由 你一個政治人物 所謂號稱 民主政黨政治人物 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你這種表現 是人家美國對你懷疑 所以問題出在他自己本身 所以我們也要好好想想 這種這種這種 這種性格特質的 這種政治主張的 這種缺乏對民主政治 或政治基本運作的素養的 這樣的人適不適合 拿出來 可是呢 我要跟 今天很多 馬英九這次去 我們沒有聽到 國民黨內部還有什麼反對 可是以前是有反對聲音的 我是提醒啊 連民進黨都已經發覺 去年的二和一 九和一大選後 台灣民意有重大的改變 已經民進黨的這個抗中保台 這個招牌已經毀了 連這個台獨的金孫 都已經出來喊和平保台了 那馬英九今天去求和平 你還不應該出來好好的 去體認一下台灣民意的變化 然後馬英九這一次去 百分之七十七的老百姓 統統統一 是 我們在兩個月前 民意就告訴了 台灣的 超過五十五五十五趴的老百姓 希望兩岸走和平的方向 而且百分之五十五趴的認為 應該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去跟中國大陸重新重啟 這種和平的互動 這是民進黨都看出來的 台灣民意的重大改變 國民黨有做任何的回應嗎 我們只看到馬英九做了一個回應 而且馬英九很早就做了回應 那我覺得當然了 政治是現實的 可是沒有理想 只想求那個位置 只想做那個官 我覺得台灣老百姓還是不支持的 而且我們看到最近的很多民意 很多老百姓在問他說 你支持誰 他們說我沒有正常傾向 我支持會做事的人 所以如果有人認為馬英九 或者說國民黨有什麼歷史傳統 或者政治主張 基本價值是影響他會不會當選的話 這些候選人可以辭職回家了 老百姓是問你夠不夠格 你是不是能夠得到老百姓的信任 你有沒有做過好事 你給你那個位置的時候 今天把你選上去的時候 你有沒有讓我們讓我們感覺 你真誠在服務 這個才是你會不會當選的 這才是你會不會當選的 唯一而且百分之百的理由 你不要老是怪政黨 怪別的政治人物 人家有中心思想 人家有政黨的立場 你說這個不行 那個不行去反對 這種政治人物 我覺得今天看看馬英九 馬英九雖千萬人無亡意 他有中心思想 他今天到了南京大屠殺屠外 他不曉得他為什麼 他知道孫中山講的三民主義 他每天見了 他以前做主席的 每次到國民黨總部 就對孫中山舉行流淚 那個不是做戲 我今天認為他不是做戲 因為他知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第一個主義就是民族主義 民族都搞不清楚 就不要從政 中華民族 基本上所有的過去的歷史 台灣也完全跟 跟著中華民族命運一樣 今天台灣沒有修 沒有修什麼圖 我問你這個 這個交八年事件 日本人在台灣殺死數萬人 是 那為什麼 我們會忘懷的 我們是台灣人 沒有錯 我們也不要忘記 我們祖先遭受的苦難 是 你不能就一隻眼睛一閉就沒有了 是 這個就叫民族主義 是 所以我覺得猜 我覺得馬英九今天給國民黨 各個不同 各種不同世代的 國民黨的這些黨員 想要從政 樹立一個非常好的標竿 是 要大家好好跟他學習 好馬英九這一次呢 他說 他說他等了三十七歲 開始做兩岸的事務 等到七十三歲才能夠到大陸去走走去看看 所以他情緒非常的激動 但是呢問題是我們也想知道是他這一趟 他去他希望能夠傳遞一些和平的訊息 希望能夠代表台灣部分的民意告訴他 其實不是所有的人都希望說 打仗 或者是說兩邊呢 也一定要爭鋒相對 其實也有很多人是希望能夠維持現狀 又或者是希望能夠再搭起一次友誼的橋梁 到目前為止 其實在包括了美國這邊 我們看到他們釋放一些訊號 美中之間呢其實持續的在經濟上頭在較量 包括昨天美國國會他們還通過了 說不要再讓中國變成一個發展中國家 他們已經拿太多好處了 經濟戰還有科技戰持續的在打 到底美中台三方關係會如何影響 蔡英文的出訪會如何影響未來選舉 明天持續鎖定雙音最台